展现学子四年所学朝阳科大工业设计系 举办了第26届毕业展览 以无限制为主题 突破了设计框架 创造出新的产物 而其中有学生就以街车为外观 打造出了电能型的重机 符合了环保还有使用性 也有同学利用了块木色版 以及回收镇板 设计成独特的冲浪版 多组精彩的创作都让人看见到 学子到无限想象 骑身帅气的重型机车 在路上奔驰是许多人的梦想 有学生做设计电能型重机 以街车为外观打造 在环保性的车架空间内 重新装设电能相关设备 拥有赛车性能的外观 同时也融入流体力学 这是朝阳科大工业设计系学生的 毕业成果相当不简单 外形的设计上 我们就是以街车跟仿晒 去融合作为打造 它有一个街色的旗帜 又有仿晒的特性 颜色上我们就是选用紫色 暗紫色这样子 主要就是我们让它 想要呈现出一个黑豹的感觉 黑豹它就是既神秘又优雅 又高贵 速度都非常快 床科大工设计举办第26届毕业成果展 以无限制为主题 突破设计的框架 创造出新产出 这组同学设计出居家的 面包丛饲养 以及处理家电 从敷软 成永 到成虫 通通在这台机器都能够完成 希望未来能够提供民众 更多元丰富的营养来源 这组同学则是利用就建筑菜下的 快木色板再将回收的战板进行拼接 呈现不同风格的力奖冲浪板 不仅更具环保价值 同时也能够减轻重量 遭受撞击时 也不容易被折断或破裂 就是可以打造出不同的个人风格 所以我们就是主打可以客制化 然后再来它的结构是使用 龙骨式的结构去制作 然后它是使用11根的衡量 跟1根的重量去制作 这样可以减轻它的重量 那我们会使用木制去制作 是因为它可以就是有 非常优秀的负载能力 然后跟它受到撞击的时候 比较不会容易被折断或是破裂 透过毕业作品的呈现 让大家看见学生的精彩成果 也是结合四年所学的精华 结合在生活中的需求 以及未来发展的面向 呈现出丰富多元的作品 充满无限的创造力 Jayson 台中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